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man 歡迎回來仙境傳說地遊戲地圖第三集 來,我們今天要來幹嘛呢? 我們上一集抓了很多恐龍 不過這些恐龍看起來能用的沒幾隻 除了阿根廷跟甲龍還有無恥、翼龍之外 其他不知道是可以幹嘛的 就是一個爛竿充數的概念 所以說呢,今天的老頭呢 要稍微去外面看一下這個資源到底哪邊有豐富的資源 然後呢,我們到時候稍微記一下那個點 我們這樣才可以好好的採集 像類似水晶、金屬礦、石油那方面的 那我有看到很多兄弟們留言說 神奇寶貝模組將近是有七、八成的人願意要我裝 那有少數人覺得這樣就不是原位生存了 然後還有更直接一點的是說 做到機床之後就不看了 因為呢,他說如果做機床一定會做傳送門 所以說他就不看了 那我是想說啦 這些雖然是很方便的東西 可是我後來深思熟慮之後我覺得 好像會失去一些本來該有的東西 因為基本上方舟這款遊戲就是重生存 但是模組讓他變得非常的輕鬆對不對 那變得非常輕鬆之後就 有點說本來就不該是這樣的 就變成這樣的 雖然玩法會變很特別 但是久了之後會依賴性之後會變成是說 不太好 會失去原本的樂趣啦 所以說老頭神奇寶貝球的模組跟傳送門 應該是不會裝了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雖然是減省時間 因為我想說 呃 運送的過程跟什麼 那個基本上我都會把它減掉 那這樣子何必還要 還要入這個運送的過程 運送孔的過程 或者是說有人說覺得我 用那個 用這個藥物啊 這個藥物在哪裡啊 有人覺得我用這個藥物呢 就感覺不太好 可是我自己後來也想想 如果用這個藥物的話 是不是 馴服的過程我也是要等待啊 等待的過程我可能也會把它減掉啊 所以就會產生一種矛盾 你知道嗎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用 不用的話 我在這邊等恐龍肚子餓在餵死 然後他 這個過程到底要不要把它減掉呢 以前第一季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最早期我真的都是沒減 一刀未減 然後你們基本上 有一半的時間全程都看到我在那邊等 在那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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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程是你們想要的嗎 我是不清楚啦 好不好 裝與不裝 其實這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對 絕對的錯 就只是一個可以大家一起討論的 好不好 那我現在是都選擇原封不動 我都不做 我也不裝 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等到這個事實證明了之後 到底再決定要不要裝 就好了 因為這都是要親身體驗嘛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去稍微採個礦 採個水晶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一些我們需要的像鐮刀龍 採集木頭跟纖維的高手 甲龍我們已經有了 甲龍在哪裡 甲龍在這裡 採集石頭 那些 石頭類的高手在這裡 還有雷龍嘛 雷龍剛剛之前上一集在上面看到 你看那個頭 那個龜頭跑到那邊 探出頭來了 要我抓他的意思 採集果實的高手 星尾獸也是採集石頭的 如果能抓就有抓啦 而且我還打算抓一隻風神翼龍 但是風神翼龍所要的材料又非常的豐富 又一堆水晶 有沒有一堆一堆珍珠 水晶 水泥 麻煩死了 好不好 所以說今天能做的我們就稍微能做一下 不能做的我們就留到下一集吧 好吧 那我們今天我先稍微再去收集一下我們的 角質 因為我們要做阿根廷的鞍 好 我們插角質了 有了 中了 900多等 欸不是 15級 900多滴血 烏龜的特性就是 貝殼硬 然後呢 血又多 沒其他功能了 我倒是希望 我倒是希望官方可以給炭龜來一點特殊能力 不然的話他們的 他們的條件真的是蠻差的 除了血多防高之外沒皮用了 好啦 或許血多防高就是他們的特性好不好 這樣講還可以說的過去 但是 實質上的用處是真的一點用處都沒有 如果是玩官方符合或許能當坦克 可以當坦克稍微亂一下敵方 但是在單人生存裡面 這根本是有可有可無的東西 好 就是拿來採一下 採一下那些素材而已 好 解決掉了 70個 我們這樣有沒有150啦 有了 我們可以做了 現場做嗎 我們做完一個之後 我們稍微把阿根廷點點負重 我們應該就可以飛了 飛的速度會非常慢 沒辦法 慢慢飛吧 就是一個探索的概念 然後那個 我有裝那個解除那個 那叫什麼 我有裝那個叫做什麼來著啦 解除飛行寵物的移動速度限制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版本是可以點移動速度的 這個應該不會太破壞遊戲平衡吧 頂多就是速度上的問題而已 好嗎 好不好 如果真的要飛這麼慢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飛到一半我就睡著了吧 既然都不裝傳送門了 然後呢 也不裝神奇寶貝模組了 那移動速度倒是可以吧 是不是各位 各位大大 移動速度是可以點的吧 各位大大 好嗎 我們來飛了 我要飛上清點 上清點 這個移動速度 看了想哭 點一下 血量點到一千好了 剩下點移動速度了 來來來 然後他這邊就有一隻雷龍了 我在想我要不要抓啊 反正就這麼的近 可是等級好高喔 我覺得我的箭矢應該不夠抓 算了 我們先去一趟回來再考慮吧 反正他在那裡也死不了 我們還沒有看一下這外面的世界啊 好不好 你看這外面的世界 很大的咧 我們還不知道這附近到底哪裡有 有岩石可以採集 然後還有一些諸如此類的恐龍 這邊就有金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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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觀眾留言啊 說這附近有一個地方是一個山洞 裡面超多礦物的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等到之後我知道 再拍給你們看吧 我們附近就有金屬礦了 可可惜沒有黑曜石礦 我們到時候還要再稍微找一下 珍珠在哪裡啊 我們要稍微找一下珍珠 欸 我們玩那麼久了 都還沒看到霸王龍齁 也不知道霸王龍位於哪個方向 哪個位置 真的不了解 稍微我們繼續飛看看好了 有牛龍欸 有沒有帶一隻牛龍回家 多了一個近戰類的不錯啊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就算 就算抓他好了啦 運回家也是一個麻煩 幹什麼啦 哇哇哇哇 兇兇兇兇兇兇 不要這樣子 我到時候真的抓風神翼龍 再帶他們回來好了 比較方便 風神翼龍 直接可以把牛龍抓起來了 何須 何須把他們運送回家呢 對不對 這什麼 無尺翼龍 有恐熊欸 恐熊有什麼功能 我忘記了 其實我比較想要抓的是鐮刀龍 可是鐮刀龍如果太遠的話 帶回家又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這邊會不會盛產珍珠阿 我們順便採點珍珠回去好了 到時候才可以抓風神翼龍阿 我們還沒看到水晶齁 水晶哪裡才會有阿 珍珠獎是你 雖然數量蠻少的 挖一下就對了 水啦 一次拿兩百多個 有點不好意思呢 來來來 這樣子我們應該可以先做阿根廷劇 那個風神翼龍的那個 哇沒體力了 尷尬了 風神翼龍的大平台 我記得我以前早期在玩的時候 我還蠻依賴那個東西的 因為它可以在上面蓋建築物 然後還可以在上面 把孔丟上去 很方便 可是那時候丟就有點麻煩阿 那時候用運送的方式阿 有點麻煩就是了 劍職虎欸 可以抓嗎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很龐大的體力才可以抓回去 我現在在扣體阿 對 到時候我們體力要稍微練一練的 先把你放著好了 欸不要我要把你們都殺掉 成為我豐富的經驗值才是重點阿 成為我豐富的經驗值才是重點阿 我要把他更廷練強一點 還有一隻嗎 還有一隻在這裡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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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捏 還給我初級裝備阿 珍珠420不錯 然後呢 體力稍微點一下 我們體力至少要升到 阿 2000多應該是可以 移動速度 好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等待等待 喔 有一隻蝎子 欸 我有點想要帶蝎子回家耶 我有點想要帶蝎子 我們來抓一隻蝎子好了 完了他來了 欸 你就不能等我一下嗎 哈哈 Oh my god 欸 我看見 我看中你的你也不要這樣子阿 很危險耶 來 蝎子在哪裡阿 我們帶一隻蝎子回去阿 養一養蝎子也是不錯的 走不見了 我要他們再攻擊了 算了放棄了 我懶得跟他們爭了 反正等下有遇到再抓好了 好啦又找到你了蝎子 上次抓不到你 這次我一定要抓到你 我來了 幹我怎麼掉下來了 欸沒有射到 有了有了 36等的毒蝎子 哇沒射到 阿他來了他來了 別跑阿 別跑阿 有了 這這貨吃腐肉的 你知道嗎 這貨吃腐肉的 來吧 兩個就抓到你了 到時候我在做鞍喔 等我齁 來老鷹哥 把他們帶回去 先帶回去再說好了 這樣我體力會不會耗很快阿 好像還耗蠻快的 那其實還蠻麻煩的 沒關係我們好像離我們原本的家蠻近的 我們就往這方向回去吧 應該是在這裡 欸我看到羽暴龍了 原來我們這裡 不是是伊特龍 你等一下來抓一隻伊特龍好不好 還是牛龍 反正離我們家這麼近阿 慢慢運送也可以運回家啦 鋸齒殺 耶我們回來了 我覺得阿 到時候如果我要養海底生物的話 我必須要再裝一個柵欄 一定要再做一個柵欄之類的 不然的話 到時候他們一定會被其他恐龍攻擊 然後把蠍子帶回來了阿 美格龍 咬掉他們 賺一下經驗值 你們這些 害人的小生物 有了有了 我又升級了 移動速度噪點 就這裡一點 一點資源都沒有耶 這裡會不會也太那個了吧 但是倒是有甲殼啦 但是倒是有甲殼在這裡 欸我馴服了一隻 等一下這個馴服機制也太好笑了吧 這個也蠻好笑的耶 我就這樣子馴服了一隻 好吧既然都馴服你了 我幫你帶回家好了 哈哈哈哈 因為這一隻 這一隻是偷東西 然後有機會可以馴服阿 結果他居然偷我東西 然後他就被馴服了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吧 這邊有一隻猴子 遜猛龍 不囉嗦 怎麼會有一隻落單的遜猛龍呢 真的是 來了 快跑快跑快跑 暈了 也太弱了吧 那誰怎麼跳那麼遠 哇那什麼東西 野豬二是不是 算了不管了 先把遜猛龍帶走再說 哈哈哈哈太扯了 來 先把他先把你抓起來再說 來我們多了一隻遜猛龍 然後那個劍還我會 劍怎麼還不了了 算了 17等的遜猛龍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剛剛那是怎麼回事阿 那個是野豬二嗎 是不是野豬二阿 不是阿 阿他剛剛是怎麼跳起來的 是我錯覺還是怎麼回事 等到是魚兒的力爭上游嗎 不是很了解 阿這邊有一隻新尾獸 我們也需要一隻 我們等一下想辦法來這邊把他帶回去 阿這個物資箱欸 還沒下來 欸 不是這個平台嗎 難不成是這個 阿找到了在那裡 等級4 您好 您好 請問 需要加入我們嗎 我不想 那我按到這個了 算了 順便丟一下也好啦 順便丟一下也好啦 這樣才不會亂跑 是不是 阿他會動欸 算了 來來來來 單挑單挑 我不想跟你們成為一員 不行 你必須的 因為你被我遇到了 算你倒楣 算你倒楣阿 來來來 慢慢來 反正你走路很慢阿 嘿嘿嘿 就可你 可愛的新尾獸 來阿 別跑阿 你不要下去 你千萬不要跳下去 太好了 你是吃果實的 我記得 沒錯吧 對阿吃果實的 多給他一點 到時候我們還要做他的鞍 就差一點石頭 如果呢 可以的話呢 我們搞不好就要把木頭建築轉為 木頭建築轉為石製建築 或許吧 到時候再說 石頭跟木頭的融合應該還蠻酷的我覺得 好啦 幫你點一下負重 哇 超可愛 翻滾耶 裝什麼可愛 那個物質箱快下來了 來來來 先把你帶回去 抓不到 抓不到 轉個距離 欸 等一下 這隻 這隻不能抓 我要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運送他了 我只能放生他在這邊 我們先去解物質箱好了 我忘記了 原來他不能抓 哇 沒關係 我們這邊應該是沒有恐怖的恐龍吧 我們先解物質箱 來 唉唷 差點摔死 喔 我還沒有槍說 來一隻牛龍 來來來 都來都來 來來來 全部都來啦 牛龍是吧 哇哇哇 走路好快 死定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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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血很多 我撐得住 可是我會壞裝 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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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 唉 救命救命救命 他掉下去了 欸他去哪裡了 欸 欸 牛龍呢 牛龍去哪裡了 墜落山谷是吧 這邊還有巨蟹欸 超危險的啦 這超危險的 跑了 蟹子也來攪局啦 走開啦 你不要陰我們家的好不好 抓到你了 阿 如果啦 我的原始 我的血量沒有點這麼高 我早就死了 好不好 我是說真的 對阿 絕對死給你看阿 帶這麼多隻 完全也沒屁用阿 沒辦法帶回家 要怎麼辦 來 抓你起來了 我們要到家囉 準備 Jump 終於到家了 牛龍 回來的感覺如何 雖然你第一次回來啦 星尾獸你也回來了 你也是第一次回來我們家 歡迎 新戰力 牛龍哥你好 阿 星尾哥你好 你們好好在這裡休息吧 來我們來去抓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雷龍哥好了 我們先弄一下那個 做一下麻醉劑 我應該可以現場做了 不用等了 做幾隻 100喔 50隻就好了啦 40個鐵錠 那是可以做阿 鐵錠燒一燒就有了 我們現在學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鐵錠多少 雖然不能做平台 但是最起碼可以上去 19個 難過了 難過了沒有鐵了 19個鐵 要40個鐵阿 想一下阿 我們先去採一下水晶吧 好不好 我們先把暗做完再抓雷龍嘛 好不 給我一點 哇就是這麼多啦 就是要這麼多 至少1000個以上好不好 好了可以了 我們拉根廷沒有附中 因為我把它附中點很高阿 5000多 那可以載很多東西回去阿 好我們就趕快燒 好吧 我們來這邊 抓這隻我等的雷龍如何 來吧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壞了 Oh my god 我就忘記了 要修 要工作台才可以修 算了 我們有阿根廷 我們先用這個 攝影的頭 先攝影屁股好了 體型這麼大 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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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個大轉彎 超級大迴旋 完了他過來了 Oh my god Yeah baby 高低差打法 暈死你 我看不到他的血條 他血條在哪裡阿 你要幹嘛阿 跑了 他要繞上來尻我 這麼兇狠阿 射你的頭 喔有射中喔 敵屋喔 果然等級5就好暈阿 後退一點後退一點 他開始要穿牆了 看什麼東西 嘿嘿嘿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看起來非常緊張 快好了快好了 再忍耐一下 再忍耐一下我有沒有射到你阿 重點 我好像沒射到你耶 我在幹嘛 有了有了 忍耐一下忍耐一下 太好了 I got you Oh yeah baby 開心 好久沒有抓這麼大隻了 So 馴服龐然大物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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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ai 這樣就快多了 不然我可能要等至少半小時時間才能抓到他吧 你想想這半小時我就會把他剪掉 那我就還是必要用到這個膠囊嘛對不對 對啊 不然的話我這一段真的說實在半小時全部都剪掉了 那我等半小時幹嘛 浪費我的時間也 如果把他留下來不剪也浪費你們的時間 是不是 這都是需要一點 CP值阿 講求效率的時代嘛 好我們可以把雷龍帶回家了 但是雷龍鞍的話 好像要去工作台做 來我們把他運送回去 把他帶到這邊來 這邊的 這邊的材料更多 來聽你爸爸的話 來這個地方 真的 對 Good boy Good boy 來來來 Good boy 來了他下來了 就是這個地方 體型大的恐龍需要大的環境 他們才會過得快樂 我給他這麼大的環境 他應該會過得非常的開心 好 等我齁 等等我就騎你了 騎上去了 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的鐵地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怎麼終於都會一隻烏龜阿 真的是 來 燒了多少了 14個 Go 多少了 15個 多少了 16個 Nice 應該工作台吧 我們順便修這一把 這邊按在這裡 來 原來這裡面就有了 浪費時間 順便做這個 如果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鐮刀龍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 太好了 纖維 纖維在哪裡 找到了 雖然這不是平台啦 不過加減用 好不好 各位 加減加減 好的鐮刀給我 該把它放在F8好了 有了 我們有雷龍按了 太好了 那你就繼續燒吧 來吧來來來 你在哪裡啊 好 我們把他更停放這個地方 我們不要去 讓他再活動了 今天 今天的他 今天的他辛苦了 他真的辛苦了 剩下的就是交給我們就夠了 剩下的交給我們就夠了 我們稍微掃尾 那個 掃蕩一下 而且如果我們要香菇的話 我記得我們這附近也有沼澤嘛 太好了 就把雷龍開過去就好啦 這雷龍要頂移動速度阿 我說真的 移動速度跟負重阿 血量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 因為畢竟這裡沒有大恐龍 我覺得 倒無所謂阿 來吧 希望不要掃到他們那些雷龍 這樣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哇靠這樣附中就 喔這十五一萬阿 附中是一千多 哇靠 點一下加這麼多 附中我沒有做其他調整阿 血量點一下好了 剩下點移動速度 來 寶貝 甩一下 我的天阿 太多了吧 一千多顆 少光光了 我們來靠一下劍形象 劍形象被打飛了 他非常的緊張 這邊再甩一下 這邊再甩一下 不愁吃不愁穿 你看黑果兩千七 這些都給我 其他都放在你身上吧 好的 那麼呢今天呢 就先到這裡啦 我們稍微就是逛了一下 我們地圖周遭有了什麼東西 也帶了一些恐龍回來 很可惜還是沒找到水晶 下次 我們一定要找到水晶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入我們的鐵制時期 因為鐵制時期有些部分很需要水晶 然後到工業的話需要很多大量的鐵 大量的水晶 大量的那個叫什麼東西 忘記了 珍珠 這都很重要 這需要一點時間啦 然後到時候可能也要稍微 稍微改建一下我們家裡附近的一些建築 好吧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房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 請 raised 請坐 下方留言 下方留言 請坐 蹤 下方留言 請坐 下方留言 請坐 下方留言 還有 下方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